嗨,你好吗?我是Vivian 人的一生一直在寻找通往神的道路 然而,当我们找到了这条路,却不敢相信 我们会觉得,这不对啊 这不像与神交流会有的感觉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疑惑呢? 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在接受某些人的教导 而那些人全都想操控我们的思维 与神真正的交流是什么样呢?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在与神对话这本书中 神是怎么说的 如果你没有看过我们之前的影片 可以到频道的播放列表里去看一下 那里面有很多你想知道的答案 神说,我们认为神只能以一种方式在生活中出现 这是非常危险的观念 因为这种观念阻碍我们明白神无所不在的道理 如果我们认为神只有一种模样 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一种存在的方式 那么我们将会用毕生的时间去寻找神 却又找不到他 因为我们找到的是他 这里神用了女他和男他来举例 这个例子很清楚 如果我们固执地认为神是他 男人的他 那我们就永远都找不到他 因为他是女的那个他 即使他站在我们面前 我们也看不到他 或者说就算看到了 也不可能认识他 我们对很多事物都有着这样固执的看法 而这些看法、判断和观念 全都来自于父母、老师 来自于我们信仰的宗教 来自于我们所谓的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们 然而事实是 所有这些来自别人的看法 其实和我们自己的经验完全不同 我们任由自己因为别人的经验 而变成了现在的自己 每当我们初次经历一个真实的体验 我们就会用已有的认识 来覆盖这次经历 我们常常否定自己 然后根据别人所讲的去思考 由于我们不愿意认为 我们的父母、老师或者宗教是错误的 于是我们就尝试说服自己相信 比如对待金钱就是如此 每当我们拥有许多的钱 我们就会觉得很爽 拿到钱我们觉得很爽 花掉钱我们也觉得很爽 神说钱本身没有什么不好 也谈不上邪恶 问题在于我们发自内心的 认可别人关于钱对我们进行的教导 书中没有具体说是什么教导 但是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 那就是要努力的多赚钱 好像我们之所以存在 就是为了赚钱 赚钱是我们的天职 我们甚至会为了保护这个真理 而拒绝其他更美好的经验 我们执着于这个真理 围绕它形成许多思维 还记得吗 神说过 思维是有创造性的 因而围绕金钱 我们创造了每个人的现实 这种现实就是 把钱从我们身边赶走 诶 怎么回事 有点懵 诶 有点乱 有点乱 别急 咱们稍微捋一捋 就明白了 大家想一想 我们中有多少人 长大之后 每天的生活 就是赚钱 为了换一个更好的手机 努力赚钱 为了买一台更好的车子 努力赚钱 为了结婚赚钱 为了房子赚钱 为了孩子 为了父母 为了 似乎所有的一切 都要赚更多的钱才行 钱永远不够 为了赚更多的钱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为了追求这个真理 我们没有时间陪孩子玩 没时间和父母聊聊天 没时间发呆 我们拒绝一切 没有意义的活动 然而在神看来 这些没有意义的活动 才是我们生活的意义 才是最美好的经验 所以 当我们的所有思维 都是围绕着钱的时候 当钱成为我们生活的全部 阻碍我们经历美好的时候 钱就会远离我们 因为我们 或者说本我 不会设法去吸引不好的东西 还是有一点点抽象啊 我们再举个例子 有一个现象 我们每个人应该都经历过 就是当你想找一个东西的时候 却怎么也找不到 越是着急 越是找不到 等到你放弃了 不再找他 哎 他就突然自己冒出来了 像我 当年想找一个称心的男朋友 左找一个不合适 右找一个不适合 心里焦催的时候就想 算了 爱谁谁 我要过好自己一个人的日子 我一个人也可以很精彩 当我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充实 不再过多的关注这件事情以后 反而就 就像那句诗里说的 众里寻他千百度 木人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们急吼吼的玩并追寻的时候 反而不一定能行 当你慢下来 甚至停下来 欣赏一下身边的风景 就会发现 美好生活 就在我们身边 再举个例子 很多人 他们过着富裕的 令人羡慕的生活 但是当问到 他们为什么能够积累这么多的财富 回答通常是 他们在做事业的时候 最初的目标 不是要赚很多的钱 或者说 不仅仅是为了赚钱 而是为着某一个理想而努力 努力着努力着 理想一步步达成了 财富也越来越多 他们在为着理想而奋斗的时候 虽然经历无处的失败和挫折 但是更多的是 从中获得极大的快乐 所以呢 钱本身没有好或坏 当我们竭尽全力体验生活的美好 而且又能使我们的生活 更美好的时候 它自然就会被吸引过来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我们要认清 让我们真正幸福的 不是任何外在的物质的东西 而是有一颗满足的心 孩子哥哥的笑声 妈妈给做的一碗热汤面 朋友半夜三点打来的骚扰电话 甚至是在家人面前放个大响屁 然后全家哄堂大笑 这就是最幸福的事了 拥有所有这些美好 我们已经很富有了 看回书中 神说 我们总是把别人教导的 所谓真相 视为己出 而拒绝真正的 属于我们自己的经验 事实却是 那些人只是想要操控我们 更离谱的是 我们的心 对神的所有经验 都告诉我们 神是好的 我们要真心去爱神 然而 我们的老师 教授的一切 关于神的知识 却告诉我们 神是坏的 他牙姿必报 我们要时刻惧怕神的怒火 要遵守神的戒律 当我们问 如果神 要人们严格遵守他的戒律 为什么还要创造出机会 让人违反那些戒律 老师会说 因为神 想要我们拥有自由的意志 可是 如果选择这个 没选择那个 就要遭受惩罚 这还算什么自由的选择呢 如果自由意志 不是我们的意志 而是别人的意志 并且我们还非得遵从不可 那他 又怎么能被称为自由呢 我们还被教导 神是宽恕的 慈悲的 可是如果我们不以正确的方式 祈求他的宽恕 如果我们接近神的方式 不正确 神就会对我们的哀求 充耳不闻 对我们的哭喊 无动于衷 尽管如此 如果正确的方式 只有一种 那也不算太糟糕 问题在于 每个老师教导的 合适的方式 又都不尽相同 这就导致了 我们大多数人 将成年生活的 大部分时间 都用于寻找 所谓正确的方式 去崇拜神 去尊从神 去服务神 神说 这其实很搞笑 因为他并不需要 我们的崇拜 也不需要我们的尊从 更不需要 我们去为他服务 因为 神没有需要 他是太极 太极也就是一切 因此 从定义上来说 神不需要 也不缺少 任何东西 如果我们选择信仰一位 需要某样东西的神 而这位神 如果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就会生气 就会惩罚那些 他认为 本该给他供奉东西的人 那我们 就是选择了信仰一位 很差劲的神 然而事实 并不是这样 神说 他要通过 与神对话这本书澄清 他没有需要 也没有要求 这里要强调一下 神说 他对我们 没有任何要求 也不会惩罚我们 并不是说 我们就可以做任何 邪恶的 可怕的事情 虽然这些事情在神的眼里 也许没有好坏之分 但是在做出 所有我们称为不好的事情的同时 我们就会经历 地狱一般的经验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神说 要坚持我们的价值观 仔细看清楚 这些我们用思维 语言和行动 保卫的价值观 是否将我们心中 最好的自己 带入了我们的生活中 如果我们能够毫不犹豫地 告诉全世界 我们是谁 我们的信念是什么 我们对自己是满意的 那么我们就能创造出 适合这个自我的生活 相关的内容 在与神对话5那一集的影片中 有详细的解释 神接着说 他没有需要 没有要求 并不意味着 他没有欲望 欲望和需要 不是相同的东西 虽然我们大多数人 都在生活里 将他们混为一谈 神说 欲望是所有造物的起点 他是最初的思维 他就是神 决定着接下来 要创造的东西 神的第一个欲望是 认识和经验他自己 那个最辉煌的 真正的自己 神在创造我们 以及宇宙里 所有的一切以前 这对他而言 是不可能做到的 换句话说 只有通过我们的经历和体验 神才能认识到 他自己的完美 否则 他仅仅知道 他是完美的 神的第二个欲望是 我们将会认识和经验 我们的真实身份 我们是神 利用神赋予我们的能力 随心所欲的选择任何方式 来创造和经验 我们自己 神的第三个欲望是 我们整个生命的过程 在任何时刻 都能经验到持续的欢乐 不断的创造 无尽的成长 和完整的满足 这些听起来 貌似非常的难以实现 但是神说 他已经创建了一个完美的系统 以便所有这些欲望 都能够实现 事实上 他们正在实现的过程中 就在此时此刻 我们和神 唯一的区别是 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而他认识到了 当我们完全认识到的那一刻 我们也将拥有 神向来拥有的感受 我们将会感受到 彻底的欢乐 喜爱 宽容 祝福 和感恩 这些是神的五种态度 神说 在我们的生活中 应用这五种态度 我们就会进入 神的领域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 当我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 当我写下这些稿件的时候 有那么一些时刻 真的会有这些 非常美好的感觉 心中不再有不安 愤怒 而是温暖 舒适 平静 满足的感觉 我经常形容这种感觉 就像是被阳光 照进了身体的里面 从里到外 都被照亮了 虽然这样的时刻 通常是在半夜三四点钟 但是 真的很美妙 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神说 当我们拒绝一切美好的经历 而执着于某样东西 比如说金钱的时候 我们反而会离它越来越远 而当我们能够发现 我们正在经历美好的时候 我们就能拥有更多的美好的东西 这其中也包括财富 而神 他已经创造了一套完善的系统 让我们能够时刻都经历欢乐和满足 我们唯一要做的 就是认识到 所有这些欲望都能够实现 它们正在实现 今天就是这样 如果喜欢请点赞评论转发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啊 祝你愉快 下次见 这巨物怎么回事啊 就等你这巨物 看镜头 就等你这巨物 等了多久 看镜头 人待会还有事呢 人待会还有别的事呢 你走啊 就是如此 没 行吗 刚才那表演 王导 行 自然吗 这位王导 不知道 你不给演员指导一下吗 知道我 行 你这太大玩意了我不敢指导 你这非诚明导演是怎么当的 这好几十年 好像不如刚才呢 你看 我这王导指导对你不听 行 行 行 先给你表演一遍啊 下次见 我怎么没录啊 真的假的 我怎么得好厉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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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来你帮我 你帮我 我怎么得好厉害呢